叮叮当叮叮当令的声多响亮 随着铃声响起2022繁中版的圣诞活动 以及洪峰的选手入场 没错就是身高178公分65公斤 次中量级的圣诞加尔纳 本次为日版2020的圣诞节活动 比较意外的是和2018的森巴雷台一样 并没有再隔年复刻 换说来说时至今日 日版现在的2022年9月为止 活动配布的四星C把加尔纳 也是属于绝版的从者 所以如果你是个喜欢小太阳的 千万别错过啦 至于没有复刻的理由 我还真想不到呢 首先跟以往的活动一样 我们先来看看素材吧 金银铜分别是神圣的香蕉 圣人能量棒以及酷粮口香糖 感觉都是这种运动比赛前 可以吃的玩意儿 以前啊 跌在足球或是剑道比赛之前 也会吃吃香蕉 是真的可以靠里面的 甲离子预防抽筋 圣诞铜锣和黑色礼物箱 是从抽箱中获得的 前者呢 主要拿来提升加尔纳的宝具 和挑战特殊的任务 后者则是和主线进度相关 以及抽特殊的池子 那至于太阳崩蛋 毫无疑问就是拿来抽箱专用的啦 活动礼装保持刷香类的三加一 活动刷香用的这个英术锤兵 当然就是 惯例快为名的只给四张 十抽五星的闪耀之星 由二之五的剑双子 首度担任了卡面的主角 应该是第一次啦 我印象应该没错 妹妹笑得开怀 老哥照样是一副的臭脸 要是我有这么可爱的妹妹 我铁定当个好哥哥 属于兰卡的性能和宝威提升 又有每回合的给星 在这一次呢 最后高效率的机型关卡中 可以配合来打暴击周回 有一滴滴的做球 不过说是这么说 可能的话 应该都还是塞满绷带的 加成礼装就是了 活动的效果是香蕉加一 四星的赤红唇旗 有同样是印度族的 马斯在练这个 kickboxing 后面呢 有罗魔 吉纳可和狂周纳 红卡暴击相关的礼装 不过没NP没给星 上位版的选择也很多 主要就收集用吧 增加能量棒的掉落 三星的定格 可以说是圣乔治最帅气的一张礼装 由这个画师 Grandia元所绘制 其实他画的妹子比较多啦 有兴趣可以到Pixip看看喔 既然卡面都是乔治兄了 效果当然就是乔治最擅长的减伤 活动中增加口香糖的掉落 至于大家最想看到的活动五星 鹰树的垂冰 话说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啊 我怎么觉得这个Sakura 鹰还蛮常出现在活动配布的礼装就是了 画师呢 是擅长写实风格的新加坡人古味子 有Q卡汉堡威 以及周回最重要的50NP 虽然没有全ATK 反正50NP的周回礼装 现在生态算是多到满出来了 影响就没那么大 活动中呢 就是最重要的绷带掉落加成 圣诞加成的从者 就毫不意外 印度邪龙和圣诞加尔纳为主 其他大多是历代圣诞相关 或是印度组的成员 比较重要的大概就是 可以周回最后一关的帕尔瓦蒂 和契尔利利斯 狂周纳呢 也有加成啦 哎算个万用 素材兑换的话 香蕉可以换两张的礼装 一个五星刻印 逆龄和卢星十个 银罐二十个 剑弓狂的青旗二十个 四星HP浮复一只 能量棒呢 是礼装一张 四星刻印一个 圣甲虫十只 冰块二十个 龙牙三十个 剑弓狂引起二十个 四星HP浮复一只 口香糖呢 礼装一张 三星刻印一个 蛇眼二十个 铁钉胸骨三十个 四星HP浮复又一只 三星浮复一套 开箱的部分 这次呢 比较特别 由于多了一个黑色的礼物 作为特殊道具 所以即便是前面的十箱 你都不能够 起早抽到大奖就重置 比较休闲的玩家呢 要注意打满六千个绷带 前四箱的特殊道具 是森林基友 第五箱可以让 加尔纳正式的加入 第六箱是传承结晶 七到十箱 则是四星攻击伏伏 其他通用的呢 还有四个圣诞铜锣 交换素材券一张 可以去换血泪石 神麦灵子或是铃铛 前二十箱限定的 五个黑色礼物 金银桶苹果 种子提铁灰尘和随叶 蜜石磨石灰石 四星种火二十五张 三星种火十五张 绿芳四十五 友情点十一万 四百四十八万的QP 当主线结束后 还能再额外抽一个 黑色礼物箱的开箱 不过只能抽一次 需要开原版二十箱 加上打完挑战的黑色礼物 才会有两百个抽好抽码 里面呢 可以拿到一个传承结晶 忽福金方 六十三个圣经片 五个金果 十九个精灵根 胆石 心脏 神九 镜子 金蛋 金瓶糖 五花果 和右脚 以及三十五个 悟心种火 这部分其实 与其说是香 不如更像是一次性的兑换品 活动的主线 和过往一样 是每天开一段故事 从二十三号 直到二十九号 比较特别的是 除了日期外 第二天开始的主线 都会要求 有一定数量的黑色礼物 换个角度来讲 就是你第二天 至少要开一箱的素材 第三天多一箱 第四天后 每天要开两箱 这样的数量 才能确保主线不被卡住 所以即便要到二十九号 才会出最高效率的关卡 还是建议前面多少刷一下 也算是一个督促玩家的机制 当然另外一个方法 是打每天开的特别任务 圣诞格斗赛 但因为要打这个 也要消耗铜锣 所以结论就是 你乖乖开箱啦 反正你最后都是要打完的 自由任务的部分呢 最后一天的超重量级 和最简单的初中级以外 都是333的配置 对于有数傻的Meta来说 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 我就简单的素材跟掉落物 放在上面 给大家参考参考就好 再下上呢 这次是有起始NP的礼装 要高加成 应该都不是什么难事 不过稍微注意一下 纯绷带的重量级 和90加全掉落的超重量级 在绷带的掉落量相差无几 换句话说 如果你真的没法高效率打90plus 你又不缺金银铜素材的话 只考虑刷箱 也可以去重量级就好 至于90加呢 这次是212的公职配置 Boss还是个精神展 很明显 就是给新从者 硬度邪龙福利多做球 个屁 考量到NP的回收 和宝具等级的问题 这关实际上叫做 契额莉莉丝大胜利 有图满礼装的话 搭上双束傻 衣服可以用2004的断片 或者是有这个 充10NP以上的 都行 整体来讲弹性很高 建议的宝具 等级宝3以上会比较稳 至于同样是蓝卡枪的芬恩 因为这个天地人的属性烈士 和没有增伤 即便宝5都会残血 除非你真的没有莉莉丝 再考虑用芬恩吧 至于本次的新五星福利多 也不是不行 只是因为回收的关系 建议搭配像是阿拉什 狂金石会来的相对简单一些 你能接受欢人的话 于美人啦 以及长尾金虎啦 都是能搭配的双核心成员 这次的方法很多 那就大家自己去试试调整吧 这回的高难关呢 传说之拳 意外底算是很有趣的特殊设计 有一点像是拳击比赛的感觉 我方只能出两个人 再加上一个好友 总共三人 队伍编程的时候 注意一下 前两个是参赛选手 第三个叫做场边的助理 建议选一些辅助型的从者 敌方则是传说故事中 有这个全集记录的双子剑 和身为助理的阿波罗 战斗中只会出现选手的指令牌 那两边的助理呢 既不能动也不能放宝具 只能够使用技能 而且助理的技能CD 会比平常快两倍 进入第二阶段的break 也就是第三条血之前 双子剑是不会放宝具的 但会有一些强化自身的buff 至于打掉第一条血 也就是第一次break 双子剑的行动模式呢 会从基奇的进攻 变成中距离的防御型打法 也就是一定几率的回避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啊 我建议让有无敌贯通 或者是会避重的从者上场 一旁的这个阿波罗啊 虽然不攻击 但会用各种的这个建议 来提升双子剑的buff 或者是回血 你看这场战斗 敌人是什么 C吧 还有什么 回避 然后呢 又是个半单挑场合 没错 就是让这对拳手兄妹 看看什么才叫做一拳超熊啊 对不对 由于机制的关系 长期战反而不见得有利 帕里斯的支援 虽反倒也不致命 建议就是速战速决 会比较简单一些 特别是超人熊有无敌贯通 又可以直接处理窗子的几率回避 真的是最佳解了 那当然啦 你要用全体宝具把帕里斯打掉 也可以 但我觉得没那么必要啦 懒人包 开场呢 你就看看 要不要抽抽看这个印度龙娘 跑完第一天的剧情 就在初中上三个级别 农200个口香糖跟能量棒 和400的香蕉 去换出四张的礼装 当然要是你没有抽卡池 掉落没有那么多 也可以慢慢把这些礼装换完 不急 9月24呢 记得开一箱拿到五个黑色的礼物 就可以继续跑剧群 和打赢量级的自由任务 基本上每天就是重复以上的事情 直到9月29号 最高效率的超重量级开出来 就可以大农特农 而如果你纯粹只要绷带来拼箱子的数量 也可以考虑重量级就好 会相对简单一些 至于特殊关的圣诞格斗赛 一共有七关 每天开一关 这个主要就是打完了 会拿到黑色的礼物 你早打晚打都没关系 反正最后的黑色礼物数量 都是固定的 本次活动呢 整体而言相对简单 就是在年尾 让大家再囤积一波素材 迎接新年的福袋啦 村镇啦 卡池啦 或者是补一补倒满 和一吹造成的QP 或者是种火的流失 那么本次的活动 差不多就这样了 刷香素材 老师讲DA觉得 没有到非常非常好 除了用量最大的虚影支撑外 其他的体铁随叶跟种子 如果你平常打的多 或者是抽的少的人 可能没有那么缺 至于兑换件 虽然可以换到 比较少的神脉灵子 但一箱才一个 数量略显为妙 还是看大家的需求啦 反正一年就两次 这种BUFFET的活动 进补一下也不是不行 好的 我是DA 感谢你们收看 祝订阅的大家 十抽保五 有问题也欢迎在下方留言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by bwd6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